9月10号下午1点40分张星宇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于李晨分手 当天下午6点40分左右 请便后一直没有露面的李晨首度公开露面 现身首都机场 只见李晨一身黑衣走出机场扎扣 用头戴压设帽和墨镜把自己武装得严严实实 一出扎扣李晨便被记者团团围住 但面对记者的一连串提问 情绪低落的李晨只字未答 身旁工作人员也连连向记者求饶 阻止提问及拍照 并用手臂推开记者 在记者的穷追猛问下 李晨最终指响声大道 谢谢大家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走出闸口不远 李晨遇到了霍思燕及其老公杜江 感到十分突然的李晨连声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见到李晨身怀六甲的霍思燕 立刻送上拥抱 两好友互相问候 场面很是感人 霍思燕的老公杜江也给李晨一个 大大的拥抱 连拍他的肩膀 给面露沮丧的好友打起加油 杜江在聊天中还告诉李晨 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李晨立马送出祝福 随后三人一起走出机场 乘保姆车离开 据悉 回京后李晨立刻奔下某摄影工作室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霍思燕预产期将至 大度的他行动十分不便 却仍然坚持接机 虽然面对媒体的镜头霍思燕 并没接受采访 但随后他通过电话向记者透露 自己是专程来为好友李晨接机的 腾讯娱乐 读章报道